这一期就是剑锋里最具争议性的角色 卡斯加 他的初次登场是在单行本的第四卷 科尔卡斯想要抢劫格斯的赏金 结果反被格斯干掉了两人 随后卡斯加在格里菲斯的命令下上前与格斯对战 打斗中被格斯打掉头盔 这就是二人的第一次会面 英职团众人此时都是心知肚明的一件事就是 全团只有格里菲斯才能赢过卡斯加 这虽然是一笔带过的一句话 但放在卡斯加身上 可想而知他需要付出多大的艰辛 这时的英职团就是群刀口填写的佣兵团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竟然是全团战立第二 虽然这个第二有些水分吧 但这毕竟是英职团啊 在初次遇到格斯时 几个回合下来 卡斯加就是显向还生 关键时刻被格里菲斯救下 双格二人初次对战 但格里菲斯实际上是占了些便宜的 将格斯砍伤并带回了营地后 期间格斯失血过多 格里菲斯下令卡斯加温暖室温的格斯 整整是两天两夜 这时候的卡斯加虽然很抵触 但那是格里菲斯的命令 即便是不愿意也会服从命令 节度此时说啊 卡斯加他放弃了做一个女人 他一直是以一个佣兵的身份而活 实际上他比这边的男人们都要强 之后就是山丘上双格的第二次对战 战斗前对格斯进行招揽 但是那句我想要你 引的格斯是警灵大作 他害怕眼前这个家伙 又是个同性恋 二人交谈期间 卡斯加一直都是躲在不远处树后进行溃探 直到发现二人弹崩并掏出了武器 可是想要上前的他被格里菲斯拦下 而二人兵器交机声被比宾察觉 随即全团的人都围了上来 期间科尔卡斯想趁机干掉格斯 却被卡斯加阻拦 因为格里菲斯曾说过 谁都不许出手 并且声明在英之团 格里菲斯的命令就是绝对的 而他会谨遵格里菲斯的任何命令 这个时候的卡斯加是没有自我的 他的人生信条只有一个 那就是格里菲斯 可是这一次对于新出现的 这个叫格斯的家伙 卡斯加有难以言语的感觉吧 因为这个人和之前加入的人都不一样 格里菲斯对他的态度非常的不一样 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那种话 甚至有可能那句话就是 这时候卡斯加的追求 后面的话 格斯加入了英之团 并参加了第一战 由于其表现良好 被英之团众人所接纳 并被提升为十人掌 随后的三年时间里 英之团四处征战 他们也从只有500人的小拥兵团 发展壮大到 有资格参加百年战争的实力 卡斯加也升任为千人掌 但这么多年下来 他对格斯依旧是各种的不爽 二人形同水火 虽然卡斯加嘴上说这是任务部署什么的 但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原因 但就是嫉妒 嫉妒格里菲斯对他的与众不同 嫉妒格斯在慢慢抢走他自己的位置 之后没多久 英之团在一场战斗中遭遇了恐怖的敌人 不死的佐德 也是这次战斗让众人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非人的怪物 而这一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在这一战中 格里菲斯有些明了了自己的内心 而卡斯加也一样 他是第一次在格斯面前落泪 为格里菲斯而落泪 之后呢 米德兰的国王很开明 这个时候的格里菲斯已经被封决 并慢慢的为了自己的梦想 开始与贵族们周旋 和身份的转换对英之团众人来说有些困难 尤其是格斯 他是一个不管规则的人 当看到众多兄弟虽然担心格里菲斯 却只能被阻拦在门外时 他是不管不顾的要上前应闯 而敢于对他出手的就只有卡斯加 格斯被揍 科尔卡斯是暗手 对于格斯这种没脑子的笨蛋 卡斯加十分不明白 为什么格里菲斯偏偏对这样的人 甚至他十分的不甘心 就是凭什么是这种笨蛋 而格斯这个人对眼泪是没有抵抗力的 所以这次小冲突 他选择了退让 之后呢 格斯在格里菲斯那儿得到了一个 算是模模糊糊的答案吧 正是那句 为了你挺身而出 需要理由吗 也让格斯下定了某个决心 也由此 有了之后刺杀尤里乌斯事件 那不是本期视频重点 咱们继续说回卡斯加 格里菲斯为了实现梦想 有个现场的阶题 那就是米德兰国王的独生女 夏洛特公主 这是他在面对 格里菲斯与公主独处时的表情 这个时候啊 他将自己定义为贱 但这时候的他已经长大了 虽然他将自己心底定义为佣兵 而不是女人 可是在面对遇袭的格里菲斯 他还是十分的担心 也是第一次无视了格里菲斯的话 一定要让他脱下甲皱 检查下有没有受伤 看这几个人的表情就知道 他这种小女人的姿态应该是第一次出现 这可能就是受到了夏洛特的影响吧 在不经意间 他的心有了些许的变化 在之后不久就是格斯刺杀 当他失魂落魄 一身狼狈地出现在酒馆 找到众人要见格里菲斯时 是心系的卡斯加 发现了他身上的剑伤 以及精神状态很不对劲 于是紧随其后 并拦下了想要直接上前的格斯 对他进行简单的包扎 也正是由于这一耽搁 上边的格里菲斯说出了那段对等论 这番言语不光打击到格斯 还有一旁的卡斯加 他也是有梦想的 格里菲斯的梦想就是他的梦想 为了格里菲斯的梦想 他需要接受一件事 就是他身边的女人将不会是自己 因为自己不能成为他梦想的助力 所以他退而求其次 要成为他的剑 为他披荆斩击 可是眼前这个家伙 出现的这三年以来 已经慢慢的 已经取代了自己 不仅如此这三年来 格里菲斯对他是各种的忍让 偏爱 甚至为了他不顾性命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 卡斯加开始迷茫 困惑 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换句话说 他开始产生自我怀疑 他不知道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坚持 是否是正确的 在这之后 出征就是发生了百人斩事件 卡斯加由于省理期上战场 被黏鱼头团长 连同上前救援的格斯打下山崖 在山洞里 处于虚弱状态的卡斯加 终于对格斯吐露了这么多年来 一直看他不顺眼 甚至有些敌视的原因 并且他交代了自己的身世 他的家乡在国庆线上 常年被卷入各种战争 日常就是各种的躲避 直到有一天 某个出门的贵族看上了自己 父亲虽然不舍得 但还是忍痛答应 为了剩余的五个孩子 只能将负担不了重工作的幼女 送出去以减少粮食开销 可是在进城的半路上 那个说是送他进城做侍女的贵族 露出了嘴脸 就在卡斯加绝望地想要接受这一事实时 格里菲斯出现 在幼小的卡斯加心中 他就如同教会里的画像中 活生生地走出来一般 是那么的圣洁 那么的超然 简直就如同神 怜悯自己这个十二岁的 悲惨无助的女孩 所派遣的天使一般 可是那位天使 并不像童话中的英雄那样 救下自己这个幼女 他送出了两样东西 以柄斩杀敌人的剑 以及能包裹自己身体的温暖的毛巾 这次相遇彻底地改变了他 他要追随格里菲斯 虽然当时其他人都不怎么赞同 可格里菲斯在郑重地询问后 收下了他 从这一天开始 卡斯加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而他所做出一切的努力和付出 只为一个目的 跟在他的身旁 多年下来他亲眼见证了英雄团的壮大 慢慢地也变成了老娘 慢慢地也收到了格里菲斯身后的信赖 他本以为自己会成为格里菲斯梦想 不可或缺之人 并且他也一直为了实现 格里菲斯的梦想而努力 他坚信自己就是那个不可或缺之人 直至格斯出现 他很妒忌那天格里菲斯的那句话 因为如此努力地自己 他得不到这样的认同 而偏偏这个任性的家伙 辜负了格里菲斯的信任 他一味地指向前冲 他的那种性格 迟早会将格里菲斯指于死地 所以在这一刻 格斯成了卡斯加塔路新生的对象 哪怕这个新生是抱怨吧 之后呢 黏鱼头团长再次出现 也就发生了格斯的百人斩 当卡斯加带着节度回原时 这一幕对他的冲击很大 在这次事件里 二人的关系有了一丝丝的缓和 至少格斯知道了这三年来 这个女人为何始终瞧不上自己的原因 而卡斯加的这次敞开心扉的抱怨吧 对其他人都没有 哪怕是格里菲斯 在格里菲斯那儿 他将自己定义为服从命令的工具 之后不久就是梦想的篝火那一次 轮到格斯对卡斯加突入心声 二人的这互相倾诉 对话算得上是一种对等吧 而当格里菲斯回到营地后 第一次对于身旁的格里菲斯 卡斯加将目光看向了远去的格斯 随后就是多尔多雷攻略战 战争胜利了 英之团以五千多兵力拿下了伯洛要塞多尔多雷 格里菲斯与英之团将名扬天下 可卡斯加在长墙上并不欣喜 而是不知为何的泪流满面 因为他很清楚 他知道的 人群中的那个格里菲斯对他来说 已经是遥远的存在了 格斯很会安慰人 他将受伤的卡斯加公主抱 抱去迎接他的大将 应该说是在这一刻 卡斯加心里格斯的比重又多了一分 在这之后 回国英之团参加宴会 宴会上卡斯加第一次穿礼服的样子 很美 可是这么多年第一次穿回女装 他的表现很局促 但是他的叙叙叨叨 局促紧张 只在格斯一个人面前表现了出来 虽然很向往与格里菲斯共舞 但这时候的他是分不清的 他对格斯与格里菲斯二人的感情 到底是什么 以旁观者来看 对格斯就是爱情的萌芽 但对格里菲斯那是憧憬 是崇拜 格里菲斯在他的心中不是对等的存在 宴会上发生了让英之团众人 胆战心惊的独酒事件 而这一次 应该是卡斯加距离梦想最近的一次了吧 但是呢其他人不说 至少杰度是很清楚的 卡斯加是不可能与格里菲斯在一起 作为旁观者 或者我称呼杰度为守护者 杰度很清楚卡斯加对格里菲斯的态度 格里菲斯对卡斯加而言 是极其特殊的存在 但是那并不是爱情 格里菲斯将他从无可救药的现实中救了出来 并教会他如何在这个乱世中生存 因此卡斯加对他是超越了爱情 近乎崇拜的感情 没错 这时的卡斯加就是崇拜 一个从十二岁开始就在拥兵团 和一群操汉子一起杀人的小女孩 他分不清什么是爱 什么是崇拜的 是格斯在雪地离开后 才让他知道二者的不同 可是即便他能隐隐地区分着二者的不同 一切都已经晚了 当晚格里菲斯自暴自弃 夜爬公主败露 直接导致国王对英之团来了个叫场发响 误着兵家 五千人的英之团被全副武装的正规军团团包围 并实施清剿 在这种极度不利的情况下 卡斯加是临危受命 即使身中武剑 依旧能组织队伍 带领手无寸铁的弟兄们 硬生生地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 由于英之团少了一二号人物 卡斯加的厉害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所以他临危受命 成了大家的头领 节度是很心疼的 可是没办法 他的声望不够 不能为卡斯加分忧 为了英之团能继续存活 大家别无他法 这期间还有个细节 卡斯加带领大家逃出生天后 由于剑伤发烧 昏迷了整整三天三夜 在发烧身影时 多次喊到格里菲斯 以及格斯 卡斯加对于一年后 再次回归的格斯 表现得比较冷淡 当他安排完事宜后 要找格斯稍稍地聊一聊 随后二人就来到了 瀑布旁 瀑布啊 撕下无人后 卡斯加疯狂地朝格斯攻击 当然此时二人的战力 已相距甚远 可是当格斯得知 造成这一切的都是由于自己的离开 是自己使格里菲斯变得软弱时 难以置信的他 应接了这一见 而卡斯加再见到格斯 又一次因自己而受伤流血后 终于是绷不住了 这一年多来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 也让卡斯加真正认识到 格里菲斯不是神 自己也就是个女人 这么多年来 自己所谓站在他身边的梦想 不过是逞强罢了 他十分的羡慕格斯 应该说是格里菲斯与这时的 卡斯加一样 十分羡慕格斯能够完全按照 自己的意愿去做任何的事 卡斯加对于格斯与公主的关系 他在那一晚朋友论后 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他知道自己不能以女人的身份 待在他的身旁了 可退而求其次 假如以贱的身份 成为他的梦想的不可或缺之人也好 可是一年前的那一天 清楚地让他知道 格里菲斯的身旁早就没了自己的位置 在那一天 他多年以来的追求全都白费了 他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这么多年下来 就是格里菲斯的附庸 本来要是给他一些时间的话 或许卡斯加也会做出出走 或是其他的决定 但第二天就发生了清脚 他在那之后之所以拼命地守护着英之团 是因为假如他不欺骗自己 不再依附着昨日那虚伪的梦想的话 他就会迷失自我的 这一年多下来继续维持着 那个不知道是生是死的人的梦想 他就要崩溃了 而就在他即将崩溃的边缘时 格斯出现 在土鲁新生后 已经心泪无比的他想要自杀 我觉得一直说卡斯加摇摆不定的人 可能对这段剧情都是一扫而过吧 在这里啊 卡斯加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认知努力 为之奋斗的方向 全都没了 全都消失了 之后呢就是 在这之后就是在梦之回廊里 让大小姐和小魔女脸红心跳的场景了 可这本应是十分和谐的一幕 格斯突然发病 由于那个后入体位 他想到了自己的童年 想到了甘比诺和多诺班 而格斯埋藏在心底多年的伤痕 终于对着卡斯加一股脑的说了出来 这次二人的对话 意义实际上大于他们的交合 这算是二人互点伤口 而且这又是一次对党的对话 第二天天亮 当得知格斯想要再救出格里菲斯后 再次离开时 卡斯加是大发雷霆 然而在面对格斯的土味情话 以及要说戴上自己时 他是没有反对的 也就是说 假如后面不是格里菲斯不成人样的话 二人到时候可能就会一起浪迹天涯 而当格斯二人回到营地 带领部队准备出击时 这个上马的小动作 也向读者们隐晦地表达了一层意思 但是啊 这二人之间的关系 一旦牵扯到格里菲斯 就会变得混乱 或是扯不清 进入复活之塔前 公主一番为爱疯狂的模样 让卡斯加有些不舒服 对于公主的劝解 虽然听得是那么的正当 冠冕堂皇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是有私心的 偏偏这个傻女孩 还将自己的真实想法 说给了格斯听 格斯对此很看不惯的 可是啊 有一点微妙的是 他之所以有些生气 并不是因为看不惯卡斯加 那一副担心格里菲斯的样子 而是他自己 他真实的想法竟然是觉得 卡斯加那样也是没办法的 这可不是单单情商高的问题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细品 进入了复活之塔 来到了最底层的牢房 见识到格里菲斯的惨状后 卡斯加彻底没了主见 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这模样 已经大大的超出了他的想象 是格斯最为清醒 他携带着满腔怒火 从塔底杀到塔外 而格里菲斯也察觉到了 卡斯加的一丝变化 在这一路的拼杀后 格斯浑身是血 是卡斯加上前 为一脸杀气的他 擦拭满脸的血渍 而这一刻 二人的情意 让格里菲斯确定 他们两个在一起了 看看三浦这处分镜 这眼神 塞纳之后对战四人众 就不用介绍了 咱们就说一下卡斯加在黑犬堆战时的定位吧 我的观感就是福利项 老朋友们 假如当初是从头开始就一直追更的话 都知道 那一期留言里 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条留言吧 在这儿呢 咱们就撤一些其他的 就是以咱们现在的眼光去比试 批判三四十年前 多少有些不合适吧 事实的讨论没问题 但你开口就谴责 将自己摆在制高点上 很不恰当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辛德勒的名单和小胡子 咱们不用多说啊 五年前的社会舆论 不论是国内国外都是一面倒吧 但现如今呢 是吧 咱说回漫画了 漫画家或者说是内容创作者 并不如大家所想都是自由创作 刚刚过世的鸟山明大师的龙珠 之所以能成就经典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鸟山明听话 龙珠的风格有多次改变 一部漫画风格如此多变还能如此成功 其中它的编辑 鸟岛和艳是功不可没 大家想象一下 假如龙珠只是小悟空和布尔玛乌龙的那种 套用西游记模板加一些作者这个 中年大叔搞一些黄段子 它能如此成功吗 大家也别觉得我这是跑篇啊 作品需要迎合大众 但创作者绝对是大多数都讨厌这么做的 再举个例子就是《间谍过家家》 去年突然火起来的一部作品 但大家知不知道作者多大了 远腾达栽它是80年的 39岁时才画出了破圈的《间谍过家家》 但它出道很早的 20岁就已经在这样的比赛中获奖 但直到27岁才有资格在周刊上连载 可惜之后三年它的几部作品都被腰斩 而从那之后呢 好几年的时间里 它都是在为其他的漫画家作助手 《间谍过家家》就是它一个歪打正着的妥协之作 你看它现在的连载就已经就是日常哄孩子 虽然没有开局式的那种眼前一亮的与众不同 但是稳啊能赚钱啊 而且它本人的画风根本就不是什么何家欢 它就是一个投铁的文艺青年 时不时的在搞事情 但是一个漫画家假如不能财富自由 有几个敢不顾及读者 自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 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觉得只有普泽之术和景上雄艳了吧 但他们也都是在功成名就之后才敢这么玩啊 尤其是20世纪少年 那就是一部普泽之术 为了自己能开演唱会特意画的一部漫画吧 行了 这一期叙叙叨叨又扯了很多有的没的 就这么多吧 关于卡茨加后剧的内容也就是日识前的那一段 我估计到时可能会参达些与双隔的感情纠葛 到时可能叙叙叨叨的又会有不少的闲扯吧 所以这期就先这样吧 下一期假如时长不够 可以将洛西诺和吉尔的拿出来操作时长 好了 谢谢朋友们看到最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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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